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像我再次遇见的你 霓虹的山区却抓不住你的距离 有些人其实早忘记 零零碎的记忆 像霓虹灯总会褪去 我们还能否再继续 我再次遇见的你 回来 降任教宗 警告 爹扬阿姨 宝贝慢点吃 来 过来擦擦嘴 擦一下 来 来 来 爸爸 我吃饱了 我想去那儿别玩 好 去吧 小心点啊 慢点啊 小心点 别离开我的视线啊 你有没有发现 依依越来越喜欢你了 小孩子嘛 就这样 谁对他好 他就对谁好 依依平时其实还挺怕生的 不过对你 磕在血缘里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的 你还记得吗 三天前是我爸的生命 爸要是还活着的话 该六十大生了吧 改天我陪你去看看他 不必了 当年爸走的时候 我也没能陪在你身边 现在想起来 我真的挺惭愧的 前两天我收拾家的时候 翻出了我们结婚的视频 当时我跟爸爸说过 我要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可是我没做到 我对不起爸爸 不过 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 把以前没有做到都补回来 我没想起来 他在屋里面 要进去 喂 董事长 智能课桌的专利出问题了 怎么回事 我把今天的会议资料发给您 我马上过去向您汇报 好 董事长 你们 这边的合同已经签了 合同刚拿下来 就爆出了电子瓶专利 之前被核原科技抢住了 核原科技 核数 电子瓶的技术问题才刚刚解决 本来马上就要投入生产了 王子芮那边给我的反馈是 他们一直在进行自主研发 不存在任何侵权行为 但是这种专利被抢住的现象 在法律上是很难界定的 如果打官司 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对他们来说 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我们 好不起 行 我知道了 这件事 我会想办法解决 董事长 那这个项目 项目正常跟进 专利方面 我会再想办法 好 那我先出去